距离凯特王妃消失,已经整整半年了,没有凯特在,威廉也不总出席公务,但是王室依旧正常运转,正应了那句名言地球离了谁都转。 这些事也印证了一个扎心的事实,卡米拉已经轻松拿捏所有人,自女王故去,她才是王室真正的女主人。 卡米拉开心地接受人们的朝拜和欢迎,凯特不在,没有人能抢他们的风头了。 他们的公务活动,一场接一场,查尔斯展现了前所未有的经历,神采飞扬,完全不像个病人。 卡米拉也美出了新高度,最近两场公务活动,可谓是出尽了风头,卡米拉罕见穿起了浅色记忆裙搭配,效果出奇地好,并没有装嫩的嫌疑。 在马场看比赛,卡米拉紧张地直咬嘴唇,故作娇羞,还做着少女的模样。 卡米拉气色状态太好了,真的是被爱滋润的女人最美丽,何况是卡米拉一生幸运拥有两个男人的终极呵护。 没错,虽然和安德鲁离了婚,但是安德鲁从来没有离开卡米拉的视线,这位曾经被媒体调侃为国捐妻的前夫哥,罕见地一直包容呵护着她。 也真的是佩服卡米拉,折磨了戴安娜一生的拥挤的三个人的婚姻,在卡米拉这里不拥挤了,还充满着和谐的氛围。 当然了,这得益于安德鲁开放的婚恋观。 安德鲁曾经说,在我们的婚姻中,我们总是倾向于追求各自不同的兴趣,但近年来我们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 倾向于追求各自不同的兴趣,也就是说,卡米拉有所爱,而安德鲁也愿意去找自己的所爱。 他们不会因为爱与不爱这件事,思道你死我活。 安德鲁早就知晓妻子和查尔斯的关系,但是安德鲁认为,婚姻是让自己快乐的,而不是尽什么义务,约束自己,让自己痛苦的。 安德鲁和卡米拉的原则就是,你也别管我,我也不会干涉你。 但是后来事情闹得太大,两个人爽快离婚,就真的成了最好的朋友。 安德鲁第二年就再婚了,因为他不会让不快乐的事持续太长。 他们三个人和谐的关系持续到了现在,查尔斯和卡米拉的婚礼,安德鲁必须出席,见证了他们的幸福时刻。 在查尔斯几乎所有重大的人生阶段,都有安德鲁的身影,在查尔斯的加冕礼上,安德鲁站在了重要的位置,他也见证了前妻蜕变成了一个王后的过程。 查尔斯也没有亏待这位成全了他爱情的前夫哥,不仅帮他养孩子,还给他的两个孩子成立了基金会,保证他们今后衣食无忧。 在今年,卡米拉还找了一位著名的作家,为安德鲁写了传记,并且这位传记作者因此还得到了查尔斯颁发的荣誉勋章。 不得不说,在和查尔斯的这段婚姻里,卡米拉和安德鲁赚得盆满钵满,捞进了好处,卡米拉真的有驾驭人的能力,查尔斯和安德鲁都听他的。 不管是戴安娜还是凯特,都输给卡米拉了。 自从女王过世,英国王室的珠宝都在她的手里,她正在把他们一件件地传给自己的孩子们。 卡米拉的智慧和眼光真是令人佩服。 女王英明一世,让卡米拉做了皇后,这是她最错误的决策。 现在皇室被搞得不得安宁,害了自己的血脉子孙后代,亲骨肉流离失所,让外妻得逞。 王室多少代人积攒的金银珠宝,就这样让个外人分走了,太悲哀了。 而查尔斯的昏庸助长了这一切的发生,一个家庭男人的不负责任,毁了后代,真是可惜。 此外,在近期,法国第一夫人布里吉特·马克龙在出席诺曼底登陆日纪念仪式时遭遇尴尬一刻,当时她试图与英国王后卡米拉牵手,却不料受到冷落。 在滨海河畔的诺曼底纪念碑旁,布里吉特与卡米拉并排而立,两人都穿着一身白色连衣裙,搭配同色系高跟鞋和手拿包,看起来十分优雅。 一开始,两位夫人还有说有笑,而在进完花圈之后,他们都往后退了一步。 这个时候,布里吉特热情地伸出手,但卡米拉似乎没有兴趣与她互动。 现场照片显示,布里吉特轻轻地碰了一下卡米拉的手,但看到她无动于衷后,就又迅速放下了。 而被拒绝之后,布里吉特的表情一言难尽。 当她和卡米拉肩并肩站在纪念碑前表达敬意时,她抬着头望向前方,看起来似乎并不愉快。 一旁的卡米拉则低着头似乎在默念,两位夫人的反差非常耐人寻味。 事实上,对王室成员来说,牵手和触碰一直是个问题。 虽然英国王室网站上称,与王室成员见面并没有强制性的行为准则,但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就是,除了握手之外,别有任何举动。 包括查尔斯国王和卡米拉王后在内的年长王室成员与公众见面时,都喜欢保持一定的距离,他们与公众的接触并不多,但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在内的年轻王室成员则在礼仪上会更放松一些,他们甚至还会和粉丝拥抱。 而话说回来,除了卡米拉参加纪念仪式外,威廉王子也出席了这场盛大的国际活动。 但消息人士透露,查尔斯国王很高兴威尔士亲王威廉王子能代表他出席会议,至于威廉王子,这位助手补充道,他非常想要支持他的父亲,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 据报道,威廉王子到场时受到了法国总统马克龙和他的妻子布利吉特的热烈欢迎,这位王位继承人穿着一身西装,搭配陆军航空队的领带,还戴着包括巴斯锦勋章、金喜、钻喜和白金喜勋章在内的荣誉勋章,以及他的新加冕勋章,看起来非常帅气。 这也是威廉王子迄今为止在国际舞台上承担的最引人注目的角色,正如王室专家利贝卡、英格利德所言,这就是他的未来。 另外的一则消息是,最新全球财富、价值排行榜出炉,共有40位名人的孩子上榜。 威尔士亲王威廉和王妃凯特的女儿夏洛特公主成为全球身价最高的孩子。 据媒体报道,夏洛特公主目前身价估值高达50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一。 这位漂亮的小公主从出生的那天起就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伦敦为她点亮粉色灯,教堂为她敲响诞生中,女王为她修改继承法。 极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夏洛特公主,还是超强的带货王。 她的服装、鞋帽、头饰等等是很多父母的心头好,进而跟风购买给自家孩子。 说夏洛特公主拉动了英国的部分经济,真是一点都不为过。 作为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曾孙女和戴安娜王妃的孙女, 金发碧眼的夏洛特公主不仅在容貌上与她们相似,在关注度上也是名列榜首。 未来的国王乔治王子的身价估值30亿美元,排名第二, 屈居妹妹夏洛特公主之下。 媒体认为,随着年龄和曝光率的增长, 当乔治王子更多地参与到王室职责时, 她的身价一定会超越夏洛特公主。 威尔士加年龄最小的路易王子身价估值1.3亿美元。 虽然没有哥哥姐姐那么高, 但是等到她能继承家族财富的那一天, 也足以让路易保持作为王室成员该有的富足和奢华生活。 排名全球第三的是摩纳哥阿尔贝二世亲王和夏琳王妃的孩子, 身价估值10亿美元。 排名第四的是比昂斯和JZ的女儿Blue LVY Carter。 这位小女孩身价8亿美元, 是娱乐圈新生一代的头号潮流博主。 金格卡戴山和坎爷的长女西北, 身价估值3.75亿美元。 扎克伯格和普利希拉臣的长女马克思, 身价1亿美元。 安吉丽娜、朱莉和皮特的双胞胎威威安与诺克斯身价2亿美元。 排名第四十的是哈里和梅根的儿子阿琪王子, 她的身价估值4000万美元。 看到这个排行榜, 苏塞克斯公爵夫人一定感到很心色, 讨厌的嫂子凯特竟然拥有三个大金娃, 这让戈尔姐哪怕是坐上火箭也无法追上。 蒙特希托又发出了哀嚎声。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起探讨。 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哦。 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